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好 我告诉你们 中秋节好了 我来之前 我的老婆问我 你是在中国要过这个中秋节 你要吃这个月饼 但是我说我可能要吃面条啊 饺子啊 还有川菜啊 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埃及的开楼啊 我们特别想这个中餐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在那附近都没有什么中餐的 没有什么好的中餐 但是在开路的南边 有一个特别好的川菜 川菜饭馆了 但是是很难去的 很难去的 因为坐出租车好麻烦 特别是如果你有这个小孩 我们有两个四岁的这个小孩 好麻烦 要帮这个座位在这个出租车的 所以我们是今年 我们是买一辆车了 那时候我说了我买的是因为 我要在上埃及要研究啊 要用的研究 但是实际上我们专门买的车 是因为要吃川菜 所以今天我不好意思 我是刚是从埃及来的 我在埃及现在我很少说汉语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忘了好多啊 好多啊 因为我们 我跟老婆 我们也是学一些阿拉伯语的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我说汉语的话 我有点混沌的 因为有一些阿拉伯语的词也是过来的 所以我 所以真的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我要说一些关这个 我新的书《骑士》 和这本书是收集了我今年来的写的一些报道和文章 你们知道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写了这个散布区的《旋路中国》加古文和《江城》 但是实际上每一本书开始的话 我也是为了这个纽约课和这个杂志写文章 所以可以说这是对我的协奏事业 是这个基本重点的一个所在的 这本书是收集了我最喜欢的这些故事文章的 在这本书的前年 我写了关于我自己的背景 和有一部分关于我的教育 我小的时候我是在米苏里州长大的 米苏里州是在美国的中部 也是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 小地方 我小的时候 我对这个国外的事情不感兴趣的 特别是中国 如果你那时候你问我 中国和日本和台湾有什么分裂 我也分不了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地方 因为 我也是那时候 在高中的时候 我和大学没有学过什么外语的 实际上我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没有什么护照 没有出过了 但是我的父亲是个社会学家了 和他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也是采访好多人 他也是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 很会讲故事 和他对什么人都感兴趣的 不管是什么工人 还是什么地位高的人 他能跟他们交流 他工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也是跟他一起的 我现在我要读一下 从前演观我的父亲 在我的童年时期 只要父亲和我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事可走 比如一个车站 还是旅馆 还是什么 什么有人的地方 他就会随即选择某个人 问我在这个人身上是否观察什么的 他穿着油圈吗 他走路的姿势如何 他说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 他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他要提高我的这个观察力 所以我们小时候也是从这样 这个也是从他的老师学的 因为他的我父亲 他的博士学位是从这个 Pittsburgh University Pittsburgh大学来的 他在Pittsburgh大学那时候 就是六十年代 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 他名字叫Peter New 这个人是 他的学生特别爱他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能讲故事 观察力特别强的一个人 实际上我的名字Peter 取自于是这个Peter New来的 这是Peter New的一个照片 这是我在这个左边 这是我的妹妹 这个Peter New 你可以看他是一个 个子好高的一个中国人 他韩语名字叫牛康明 他是在上海出生的 和在上海长大的 但是高中的时候 他去了美国了 读了书 也是在美国上了大学 上了这个Dartmouth大学 所以他说话 给你美国人一样的 和他工作的时候 他工作都是在美国的 因为这是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他不能去中国 不能回去 因为他那时候是美国的公民 他是个中文 但是我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 他是我父亲的老师了 我要读一些 从Peter New 牛康明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他叫人难忘 他身高超过一米八 肩膀肚圆 脑袋瘦大 和脸庞一圆煮一个月饼 除了喜欢观察人 他还发明了一种方法 他把这个方法叫Creative Bumbling 你可以说创造性口吃 只要你有康明感到 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 比如搞定交通警察 再拥挤的餐馆要是找座位的 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步数的外国人 他说话是跟一个 有口音好重的说得不清楚啊 他变成一个真的中国人 一个真的外国人 而人们 无以外 和尽量安抚这位满脸皇后 词不得意的中国人 以免节外生殖的 他的幽默感是特别好 牛康明 牛康明他的嗓门洪亮 他很喜欢讲故事 跟我父亲一样 他也是一个爱说话 爱观察的一个人 即便远离故土 他也能思出为家 所以那是我对中国人第一个印象 从小我都觉得中国人身材魁辱 无所不能 我觉得他们都是 都是个子好高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其他的中国人 就是我一个人 他就是代表全中国人 只要我听到上海这个词 我的脑海中 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 他是85年去世了 那时候我15岁 但是我还早 我还没有 对中国不是感兴趣 所以我没有一次跟他谈关中国 他也是给我的父亲一些简单的事 他说 我是上海长大的 我也是在医院里长大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医生的 但是他没说得很详细的 但是近几年来 我对他的故事开始感兴趣了 所以我也是看他的背景 实际上也是特别有意思 但是他的爷爷叫牛上周 他1872年 他是派去美国去读书的 他是在这个右边 最右边的小孩 他们那时候这个清代的政府 有一个工程叫这个 幼童留学计划 这是一部分他们那时候的洋务运动 中国要发展的 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的 所以他们派了130多个小孩了 派了好多美国的名牌的学校 这个 他爷爷他是去了这个Exeter Exeter是一个boarding school 一个寄宿学校 好有名的 他们那时候是准备在 在美国他们要待了可能15年的时候 然后要回来中国 要搬建国家了 但是然后你知道在清代末年 他们有好多问题 好多问题了 所以然后这个工程被停办了 所以他回来上海 有人说这个工程没有什么 没有成功了 但是实际上对这世人 有影响特别大 近几年来 有一个美国的族长 他写了一本书 关于这些孩子们 你可以看这是 牛上周是在这个右边 这是一样的这个照片 是在这本书的 和他的儿子 也是去了国外学习的 因为他爸爸有这个经验 所以他是去了Harvard 然后他是当医生了 他也是回来上海 也是当医生跟他的哥哥 跟他的弟弟一起的 他们在上海有一个 有一个私人的医院 比较重要的一个医院 这是我父亲的老师的爸爸 这个是他叫牛惠生 在中间的 因为他那时候是这个 President of the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 1932 1932年 他们以前的这个医院还在 我是昨天拍这个照片 这是在越洋路 现在是个文物保护建筑 但是没有人用了 但是奇怪的是我少的时候 但是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个历史 而且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拍的 因为我是在这个左边 你可以看这个牛康明 是在我父亲的后面 因为他是突然死的 1985年了 所以实际上 他对我了解中国 都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 因为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我没有跟他说话 我是27岁去中国 我27岁开始学习汉语的 但是他给我的影响也是特别特别大 我觉得 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老师了 和他的观察力 和他的这个角度 对我特别有影响 因为我知道他的这个角度 不是什么简单的角度 不能说他的角度是完全是美国的 还是完全是中国的 因为他有一些文化是中国来的 一些是美国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 他的这个思想是比较灵活的 和他的 他也是比较弹性的 我也觉得他的这个 创造性口吃对我也有影响 因为 特别是我到福林的时候 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傻 因为我一句话都不会说 但是然后 我也是有的时候 也是变成一个外国人 我也是跟人采访 这是一个好处 就是说 对不起 我不懂了 你可以再告诉我 你可以再说一下 这是很自然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 有好多人 很有耐心的 如果你是个外国人 如果你是个作者 就是特别特别好的 我在美国的老师 所以有一个老师叫John McPhee 和他也是在美国特别有名的一个 非虚构的协作 实际上他也是用这个方法 他跟人采访的时候 他有时候问他们一样的问题 第三次 第四次 但是每一次他们回答 他可以发现什么新的东西 什么新的细节 所以我也是用这个方法 因为我在中国比较喜欢采访的 就是这个农民还有这个工人 比较普通的老百姓 因为我可以跟他们讲好长时间 他们很有耐心了 很有耐心了 有的时候他们还困难 因为他们说 你真的有工作吗 因为 有时候 我去了浙江的时候 那时候我写了 在旋路中我写了 关于一个特别简单 特别小的一个工厂 可能只有十几个工人 我去了好多次好多次 可能一共有超过两年的时间了 我研究了 他们有的时候是问我 你还没有写文章吗 他们说 我们是那么差的一个工厂 你为什么对我们感兴趣呢 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想 我们是 他们是一个好差的一个工厂 我可能是好差的一个记者 但是他们还有耐心了 还有一个问题 在浙江还有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有的时候他们 怕我是一个间谍 不是这么间谍的 只是 要做生意的一个人 要做一样的这个生意 所以也是经常给他们一些证据 比如说我写的这篇网站 你可以看在中国的网站 还是有什么书啊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 我在中国的时候 就是普通的人对我是特别有耐心的 我也是现在在埃及 也有一样的这个方法 我已经几年来了 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垃圾 清理工 我刚写一篇文章关于他的 这个人他没有受到什么教育 他是文盲的 他是特别特别聪明 自然很聪明的 也是观察力特别特别强的 他知道什么人都扔什么东西啊 所以才可以告诉我这个人 他告诉我一次 那个人他很有钱 因为他在银行他有这个 四百万四十十美金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有四百万四十四美金 你怎么知道这个四十四 因为他扔了这个 从银行来的这个银行 这个银行 这个bank statement 他知道他有多少钱了 我在中国超过了十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也是研究《巡逻中国》 我那时候对中国的生活也是特别好了 工作也是好 我也很满意了 但是我跟老婆一样 我们觉得我们不要带一个地方太短 太久了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怕可能有迟钝了 迟钝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作者了 记者还是什么 废墟国的作者了 最重要是你的角度 你要重视你的角度 有人说在美国他们说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有这个角度 中文有这个角度 还是男人还是黑人 不是那么简单我觉得 因为你的角度是跟你的教育有关系 你可以改了你的教育 你可以学习新的东西 还是去新的地方 所以对记者来说 是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离开中国是这个原因的 我们是2007年 我们走了 实际上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是特别特别好的 因为我离开美国之后 我也是写了好多文章来美国了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也是看什么人 也是我的角度 有一部分是从中国来的 不是跟其他的美国人一样的 和我来的这个埃及也是 也是一样的这个原因的 尤康明 我上他学过好多这个 研究的方法 采访的方法 但是他也是给我的这个 强细思想有影响 因为特别是如果看他的爷爷 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改革开放 中国有什么交流 我们可以知道 不要记得中国的交流 跟美国 跟国外的交流 是好早开始的 但是还有影响 你可以看 如果看他的话 我比较激动了 你可以看他是有点害怕 他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 但是还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流 是特别特别重要 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结果 他们那时候清代的时候 他们觉得要什么结果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中国 但是他也是帮助美国了 因为他的后代也是给一个美国人找书 也跟我父亲 也跟很多美国的同学 他们特别特别崇拜这个老师的 因为那时候只是一百三十个人 特别少啊 但是近几年来 还有好多好多中国学生去美国 好多美国人来中国读了书 也有人跟我一样的和平队的志愿者 还有很多人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特别难遇刺 然后有什么结果 但是这当然可以提高我们的呼声了解 所以这样说我是比较乐观的 我觉得可能我在一个段时间在美国待了 然后在埃及待了 如果回来中国 因为我跟同学 我们可能是以后还要住中国 我觉得有新的这个角度了 但是近几年来 我觉得中国已经这个变化 也是已经 我每一次回来 我觉得是这个变化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我写这些书的时候 江青和贾格文 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 以后可能没有什么中国的读者 因为对这个历史来说 一般的话如果一个外国人写东西 一般的中国的读者 我觉得不是太欢迎了 他们说这个外国人可能是批评我们 还是他是取消我们 还是对我们不好 所以我们是第一本书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是这个群录中国 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读者 我要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我觉得我写管一些人 这些人可能要看 但是其他的中国人我觉得不感兴趣 所以我是特别特别惊讶的 以后有不少的中国的读者 也有一些人他们告诉我 这是因为你的角度是跟其他的外国记者 还是其他的外国记者 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原因不是这个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改变了 我觉得特别是他们的自信了 他们可以看这样的书 他们知道这个外国不是批评他们 不是取消他们 也是他们对其他的这个角度感 性虚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变化 我在福林的时候 在福林九十年代 在内地的 那时候我觉得一般的我认识的人 他不能凡事以其中回顾的 他们很少想好身外 他们自己的身体 生活 还有自己的这个城市 这很自然我觉得 因为有好多东西都改变了 生活也是特别的 压力也是挺大的 但是现在中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有好多人 他们已经 钱可能差不多过了 但是他们现在要想 我们的国家在哪儿 我的生活怎么样 他们有这个 这样的 凡事的这个思想 这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我也知道现在有好多这个 中国的记者和作者对这个 非虚国学作感兴趣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愉快的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现在是比较反思的 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比较感兴趣的 我希望以后可能我觉得 可能下一个年代的这些记者和作者 他们可以写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 因为他们可以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 比我生得多啊 他们的韩语视频比我高多啊 也是他们可以 可以跟人交流很自然的 所以 我对这个 我是比较乐观的 我也是以后 我特别想看这些书啊 在未来的 好吧 谢谢你们 我很高兴今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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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